6点11分来关心台湾的大小事 台铁是接获民众报案 说有人在网络平台发文 要在19号晚间9点到10点之前 炸掉431次普悠马自强号导致翻车 那么铁路警察接获献报之后 是沿路的观察 并且持续追踪这个po文者 至今是还没有逮到人 现阶段列车仍然是正常的行驶 那么沿途的车站也都加强巡逻当中 苏花自撞车祸造成了6死39伤 那么腾龙通运所有车辆 通通是被强制送检 当中有三辆同行的游览车 也全部要求全面复检 这个检查结果出路之后 23辆车全部是合格的 19号腾龙司机也被要求 要到监理站来上课 等于游览车可以全面复工 但是听在家属的耳里 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这个肇事原因 还没有完全厘清 业者就急着恢复营运 对于死伤者还有家属 良心是怎么过意的去呢 游览车自撞酿成六死悲剧 家属背痛寻求真相 到底是人为还是车辆故障 责任还在厘清 但业者这头却已经悄悄 全面复工 我们都没有得到 他们给我们说说明什么都没有 还没有到事远 就是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 都没有停死 都没有停死 还是照常营运 建立所他要求我们说 重新回来再省烟 腾龙通运虽然没有停工 但旗下所有车辆两天内都被召回 配合监理站进行二次检验 公司形同暂停营运 二四辆游览车 事故发生隔天 两辆同行车进站检验 十八号第三辆同行车 也送验完成 另外旗下的二十台车 也在十九号前全面送验 现在都检验合格 但似乎无法挽回公司形象 接下来半个月 超过五十趟行程 通通被取消 损失高达五十万 真相到底为何 答案一天没解开 家属恐怕无法谅解 业者自己也很难心安 解台北综合报道 好 有山老鼠盗取珍贵的牛樟墓 被警方拦查拒检 还一路蛇行逆向 那么警车呢 是夹急包抄 这个嫌犯不但撞警车 眼见没路可逃 还跳车逃逸 躲进了民宅的阳台 事后被警方找到 才发现呢 原来嫌犯两年之内 二度犯案还栽在同一名所长的手里 前方小货车一路逆向 警车鸣笛追车 追进了小巷子 小心小心小心 警车中途包抄夹击 车头撞毁 没想到货车驾驶 这时跳车逃逸 钻进了民宅后院 跑给警察追 不要不要 南明远警一前一后 一路狂追气喘吁吁 发现嫌犯就躲藏在民宅阳台 好不容易终于将人压制在地 警方说这嫌犯实在有够眼熟 原来他当山老鼠 被抓一次没学乖 再次犯案 警方从货车车斗车上 一共搜出了54块 总重600多公斤的牛樟木 这些全是真贵木材 山老鼠中性嫌犯 被警方埋伏围捕 一路追车 胆大不要命 不但逆向又撞警车 加上二度犯案 被依窃盗加重妨害公务罪 依法松办 接着彭志明 黄湘富彭新 苗栗报道 电商平台虾皮 发生了商品标错价的事件 这个蛋塔礼盒卖35元 卫生纸8包卖30元 被网友疯狂分享抢购 那么事后虾皮是宣布 要取消订单全额退费 另外来提供这个补偿方案 但是被消费者骂到臭头 还批评说虾皮变成了赖皮 消保官介入之后 虾皮决定认赔 除了先就原订单 尚未兑换的商品退款之外 也将再次上架 同品项的蛋塔卫生纸 电子票券商品 还有给这个已经换取商品 兑换条码的用户呢 提供为兑换数量的折扣券 可以依照优惠价格 重新下单购买 另外为了方便这个旅客取餐 台北捷运公司和业者合作 推出了捷运站定取餐服务 不过有业者就指控说 近期遭到了一名疑似 是诈骗惯犯盯盯上了 这名妇人呢 跟店员声称 日前买过便当 但是食物酸掉了 害得她上吐下泻 要求店家要负责来赔偿 店员就追问这个购餐日期 或是发票 妇人都乱扯一通 店家质疑根本就是诈骗 转而向捷运警察来报案 但是呢 捷运警察声称 这只能算纠纷 似乎又想大事划想 食材多样 美味又健康 便当餐车近年崛起 成了捷运通勤族 方便的用餐选择 但这一家 未在捷运101站的摊商控诉 表示有名妇人 说吃了他们的便当却上吐下泻 偏偏说法漏洞百出 我就说那年是哪一天 上个礼拜六啦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礼拜六没有那个营业 他说那我记错了 上个礼拜五的中午 结果刚巧这半年来 我们就唯一那一天 中午是 所有的餐都被订完 现场没有半个零售 所以我当下就说 那是假的 连哪天来的都说不清 眼见就要被戳破 富人竟然改用威胁的 威胁我们说 我刚才已经在旁边观察很久了 你们卖便当都没有开立发票 老板反驳 每笔交易都有开电子发票 富人这才摸摸鼻子 落荒而逃 业者强调已经报案 但有媒体求证捷运警察队 回应没货报 外界质疑难道又是吃案吗 疑似诈骗惯犯流窜北街 警方如果还是消极看待 这叫上万通勤族如何心安 记得陈建安 台北报道 没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K 感谢观看